温馨提示啊 观看这条视频的朋友 如果说你是梅西的粉丝 你是梅球王的粉丝 就可以留下来了 其他人可以走了 避免给你的观感带来一些不适应 或者是刺激 因为我又要开始吹梅西了 我跟你说我就吹梅西了 当然了 梅球王还用吹吗 今天凌晨啊 梅球王世界杯日后 回归大巴黎的首秀 怎么样兄弟们 完不完美 特别完美 之前呢 梅西的那些小老地儿啊 什么阿尔瓦雷斯 什么安佐费尔南德斯 什么麦卡利斯特 什么阿库尼亚 什么老塔罗马丁内斯 就各种的吧 这些牌面 是不是顶着世界杯冠军的这种光环 哗哗哗投进球 对吧 大家呢 那是无比期待 梅西在搭巴黎的这种表现 啊不对 不能用无比期待 那是相当期待啊 大家想一想 从12月18号到现在 梅西踢完世界杯决赛之后 这已经多少天了 我们已经等得 积不可耐了 但是啊 梅球王回归巴黎之后 真的没有让我们失望 什么叫球王啊 这就是球王啊 球王不用靠那种打了发胶的发型 也不用靠那种坚毅的眼神 也不用靠那种脱衣服秀肌肉 梅西 他就是通过这种闲情信奉式的 散步式的 信手捏来式的这种踢球 这种助攻 就带动了大巴黎 有梅西的大巴黎和没有梅西的大巴黎 这简直就是两支球队啊 错 有梅西的球队和没有梅西的球队 它就是不一样 还不光是大巴黎 任何球队都是 你包括巴塞罗纳 包括阿根廷 你没有梅西和有梅西 它就是不一样 这场比赛 梅西呢 是打尽一球 而且所有有威胁的这种进攻 都是梅西策动的 而且之前呢 两轮发奖 巴黎善尔曼都有丢球 那么很多小伙伴私信我 或者说直播的时候我就说了 我说不要紧 不要着急 你看怎么样 今天大巴黎是不是零封了对手 因为我都说了 梅西回来之后 会通过他超强的这种前场控制力 大巴黎是用进攻带动防守的 超哥说的没错吧 今天凌晨的比赛 是不是大巴黎用进攻带动了防守 那么进攻侧动的核心是谁 就是梅西 你看怎么样 发挥的如此出色 如此完美 其实今天凌晨呢 姆巴佩是没有上了 他还没有回来 但是顶替他的埃及地克 发挥特别出色 这就证明什么呢 就是梅西可以和任何球员适配 谁来都可以 我一直很稳 这就是球王嘛 当然就是很遗憾的 就是梅西助攻内玛尔那一球 内玛尔是伤疤转身 暴力抽射打门的 那个球员可惜啊 越位在写 如果说要是不越位的话 那又诞成一个名场面 那梅老板 梅球王 一传一射 又成了标配 但是这也不是什么 特别大的事情啊 那么以后呢 梅西和内玛尔还会创造出 更多更多的那种进球 我再跟你说一下数据 本赛季梅西大业表 大巴黎出战20场 进球13个 助攻14个 二场比赛 也就是说梅老板为大巴黎 创造了27例进球 什么是球王 这就是球王啊 梅拜吧 我的朋友们 好了 我是超约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